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星期五 他好像是三妹上庭做证 他有一次他去探妈妈很害怕 他说上次你们来探完我 他跟着官官拿给电话去 他就骂他 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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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三姨说的 三姨说的 这件事实际上是一家不知一家事实很难说 但你这样看上去是有古怪的 真是奇怪的 你有什么理由我吃点东西 譬如你 阿姨 阿姨 阿三 或者你女婿 帮她去做的 突然间 自从她一般跟二姨一起住之后 做点东西突然间不用她做呢 而一个姓羊的人做呢 而又不准她来探呢 所以她妈妈见过这一次面 这次就立即被官官拿给她的三姨说的 是有点古怪的 所以你说有钱就麻烦了 要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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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百字一字写到怎么也好 一走了就会要争 没得谈的 好了 今年46岁的杨思琪 可惜我没去 没去那个Sandy 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究竟是谁的老公都很神秘 Sandy近年主力发展内地市场 默默开直播 又经常拍片唱功 早前唱郑秀文的经典歌曲默契 其唱功比网民狠批恐怖之外 適逢国庆将近 Sandy提早十几天 在社交网大唱我爱你中国 是不是 都叫做懂得做的 Sandy今天在这个社交网 拍片大唱我爱中国的片段 他写着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好听唱国庆 片中他还用上超重的美颜女镜 那面上贴着 I love中国和红色色的星星符号 又狂做摆姿势 狂做心心手势 并不停唱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好投入 不过网民似乎对于思琪的美颜女镜 和唱功都不太受落 有些还说请问你是哪位 有些又说他歌声非常妖民 好了 杨思琪 唉 首先要这么说 现在演艺圈 香港 我说 发展到这样 要找到一口饭吃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其实现在演艺圈找到饭吃 找到饭吃 真的难到不得难 呃 譬如 嗯 啊 你有多少个可以上恶恶呢 说上一辈的 上一辈的 其实数来数去 金字塔里面 最顶的那几个 嗯 你出生及时的 我都可以在九十年代 二千年 啊 成名 找一笔 好像青雲、震宇他们 都叫做 我想生活 不要说什么 都ok的 是吧 但是 你 杨思琪 46岁 他真的没什么钱 赚的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人欺骗 养着两个小孩 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除了抖音这些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 如果抖音唱这些 能赚多少呢 啊 这些他都有些钱的 拿着YouTube 他现在应该有 一条新仔 我不想知道 喂 喂 那一条新仔 一定养得起去 很难说的 那 老实说 在我们印象中 梁洋思琪 这一步 到极了 嗯 但是 如果 你是所谓一条新仔 我不是说什么 你两个年纪 年纪大了 一带着两个 我还要 还要 那样爱你 你 除了你老婆 养得你 就是打到自己 这么贵 但是 这个就是这样 他不是这么贵 他就说 找不到钱 我现在就说 他究竟要找到什么钱 老实说 如果你这么贵 你始终不是那些 什么三阳哥 那些大J 那些大V 真的去成亿 做大货 不是那些 很明显 那如果你说 总拍的这些片 我真的不觉得 你找到三几万 这些很少 就是YouTube之类 好了 那你是不是要靠这些 去认识老实呢 如果是又是矛盾了 你放在自己这么贵 老实给了多少 你叫价 我给了多少 你反而 你反而 你譬如什么 你不要来 袁家敏 我不是说他们是 那个叶船 之类 就是那类 年纪都大了 他不放到 涅船也有些 但是不是很敢描 那你有时 遇到老实 老明 就是 我真的觉得 爱童 她的真样是怎样 我也不知道 不考究 因为现在真的年纪大了 但是你问我 46岁 无论 如何美颜也好 我都要投入一个一 我认为 他应该还是一 没理由不一 我们先看照片 在我后面的 就是当年的 这个是美颜到 尾巴 你老尾 完全认不得了 完全认不得了 反正尖 还有 你要看看 他那个 这些不是自己慢慢搞的 他是 apps 直接 他 甚至乎 臉 不是贴了贴纸 应该是apps加上去 永远追着臉 是 是 是 一张 你看 占到 对 太阳自然 对 好 我们没有去看照片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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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你也不太看得到 你不知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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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太看得到是他 我先回来 但anyway 很多意 我们也不喜欢一 一定二 很多意 但是我觉得 喂 名气 教训 当然我教训他 港姐冠军 港姐冠军 还有 鼎爺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是 阿豪 阿豪哥 和阿豪哥做老坑 喂 好人多 身份 可以 豪哥 叫你老母 我叫你八角华镇 叫你老母 我和你爭取回来 叫你老母 何哥 好了 郭泰风波 唉 这个议会风波 你怎样看 喂 我看到有些人 又在说 郭泰欺奏香港人 有没有人敢说 因为我没有怎么跟 我就这样看这篇报道 首先 我觉得那个小红书 这个女仔 我们撇开了什么 香港人 中国人 她的诉求很合理 因为她说什么 她说 她满意国泰对该对夫妇的处理 但认为国泰的回应 都是有缺失的 只是重心 就摆了在 拉黑了乘客上面 即是说 她两个含家产 那两个香港夫妇 但是 你回答她的疑问 包括是什么 究竟 国泰如何处理这些情况 包括换位的准则和流程 是吧 基组人员的培训 消费者如何可以争取自己的权益等等 这些问题 国泰是没有回应的 因为国泰管理是奔舟 所以没有很多回应 事业是什么呢 事业是什么呢 事业是我们是听这一面 听这一面 加上 暂时没有同机的人 指揍这件事没有发生 加上国泰这么迅速的处理 这么迅速的处理 当然你们会说 喂 那些是香港人 那些香港人 的那么烫 他当然是够僵 而那些是大陆人 是否够僵 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问我 我回答他 如果那两个是大陆人 看看他有没有背景 他真的未必够僵 但是他亦都有 我记忆记忆中 他是有大陆客人 我记忆记忆中 但他们发出这么快 我都会怀疑 但是 这些两个 我们不需要去什么人 我只说是看他们做什么行为 首先這位女生的經濟客位 是應該飛回來還是她們飛回英國的 她喊喉 後面那兩對港人夫婦乘客就說 小姐你不要喊喉 這樣會阻止我老公看電視 於是這個事主不理她 因為她覺得她可以喊喉 後來她又找一些空姐來調停 都調停不到 然後那兩個後面的人聽到口音 有些國語音 有些口音 就這樣說她 死大陸妹必勝 大陸人最厲害 做雞都可以 賣笑都可以 而且事主於是乎就拍她們 知道事主拍她們 那個女人對著港庫就對著鏡頭指 大叔就直接 開頭找腳 後來找手 直接搖去後面的座椅 好了 終於她們夫婦的行為 令到傳機其他乘客都看不過眼 開始群情洶湧 洶湧 就說不要欺負小孩 我又不覺得她很年輕 她說你是太級香港人丟臉尿 別說你是香港人 不要說你是香港人 欺負人 這些是否現場情況 不知道 不過暫時未有人說沒有這些情況 我當她有 反而我著眼點不是在這裏 你說國泰可以怎樣做 如果是事實的 有空姐的會說 可不可以去香港人 又被你們吵 如果有人說香港人就像一等 我又不敢說這件事 因為過去的紀錄 我反而想說 我究竟搭飛機應該怎樣搭呢 首先 第一件事 可不可以挨後飛機 搭飛機 可以 當然可以挨後 是吧 挨後是不是會舒服些 其實她又不太過 因為她說 她挨後的幅度 譬如我現在是這樣坐 她挨後的幅度 大概都是這樣到 這樣到 很少的 後面的幅度 會不會被迫 其實我跟大家說 正式看電視 電視可以調整 即是按一下 對 電視可以調整 直去 是在感覺上被迫 其實影響不到你的腳 但你感覺上壓迫力就大 這樣說 然後你就要挨 對 你感覺上 我就不理會網上的人怎樣說 其實我 就不是怎樣挨 我也不敢挨 為什麼呢 我覺得好像很差 怕影響到後面 所以我不是怎樣挨 但有時候前面那個 他挨了 那你沒辦法 那我 因為他有權挨 你會挨一點 因為他有權挨 他真的有權挨 是的 有些人剛才說過 那些什麼 又跟後面點一點頭 我覺得 你喜歡可以這樣做 但你點一點頭 人家都可能是一樣挨 最折衷的方法 首先我要這樣說 因為這句話很可憐 其實Cafe這十年 那些長程機 那個widecast 是很有問題的 當然我不明白他為什麼 專門挨一點 等你去買 升級 例如買那些什麼 Premium Econ 那些 widecast 即是經濟客位 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搭過其他 你不要說那些什麼 什麼什麼 卡塔爾 不用去到油獎那些 人家就算是widecast 當然他不會像商務 那樣躺在那裡 合理很多的 所以我明年 我兒子畢業 如果我再飛 詳情 我一定會搭 阿聯酋 或者卡塔爾 Business 不是 我要試一下 我一定會搭 Business 因為三千多磅 但是 這麼輕?三千多磅 Business 是啊 轉機 但是我可能會搭 widecast 因為有些網友跟我說 去widecast 都可以的 那我轉機 就不覺得 我可以去杜白玩 那些 有些人躺在那裡 那基本上 老實說 尿你了 真的找不到油獎 找到 一場程機 真的要Business 那些四五個小時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那些找十幾個小時 真的難受 好了 好了 我就盡量 我是不會捱的 為什麼呢 我真的怕影響到人 但是別人真的捱 你不接也不要 是的 別人真的捱 我都不會接人 沒有辦法 現在可以教 我覺得郭泰 這個女生看得很好 喂 你又沒有那個規章制度 去跟別人換 於是為了安撫 但是你一走開 拿空姐 她又繼續搖你 甚至乎 那你怎樣 好 好了 根本你國泰 弄到她 不能捱就可以了 是吧 直接不能捱 至於你說那些 捱我看不到電視 即是這個 這是雕聞來的 你問我 多餘了 你的電視 一樣可以adjust 可以的 是吧 你不要想著 喂 你窮臭敵 對抗大陸會 一定撐你 屌你了 一件事 是甚麼事才行 兩個大男人 即是兩個大人 好人好者 屌你了 沒有錢 你又不要那麼多的結局 有時候 你懂得那件事 你要接受 真的 屌你了 喂 說真的 不過郭泰 真的好 你問我 有些人坐車 或者坐飛機 哎呀 好害怕旁邊 又不知坐那個肥婆 你沒有辦法的 前面的那個小孩 不要緊 私人飛機 沒有辦法的 你給甚麼 當然 喂 我覺得 真是很難受 有時候有個很肥 的人擠了肉出來 但是你沒有辦法的 是啊 我都慘了 你沒有辦法的 有個小孩 小孩 他都不想騙父母 好吧 屌你了好嗎 這兩個夫婦 含家產 屌你了好嗎 喂 如果是這女兒好不對 你屌你了好嗎 我覺得都好 有道理的 屌你了好嗎 只不過是哀吼而已 喇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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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的有權去喇吼嘛 嗯 是吧 那你有甚麼好鬼 屌你了好嗎 是 動一下就屌你了 大陸人必勝 大陸必勝 屌你了 現在是不是懶惰的東西了 不過說這樣兩頭 他被Bandist以後不能坐Café 其實這個算不算是懲罰呢 是不是可能會更為他開了新的眼界呢 因為Café呢 除了多班機制 我真的找不到有甚麼好處 近年 那些女兒又差了 當然我們坐飛機不是為女兒 但是那些食物又差了 那些位置又越來越窄 屌你了 我都不知道有甚麼東西 還會專門搞窄些的位置 就專門叫你這樣 不過呢 機票是便宜的 為什麼呢 說回我們2017年 2018年的時候 我們經常去馬拉 去馬拉的時候 2千6、7元一張機票 我上次去馬拉是2千1元的 所以現在那些網友 叫我去馬拉團 我是不會搞的 除非帶你們去考察而已 我現在手上確認了很多資料 今天我要確認了最後的 就是我在馬來西亞 釐清了最後的逗留日數 我會再跟大家介紹這個MMEH 因為我覺得現在是時候了 阿正 因為很多人在 我看01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很多人回流 是有的 是有的 當然 我最奇怪的是 我老婆有個朋友 全家產生的 是個混蛋 你兒子11、12歲 你兒子 在那邊 整家人回來 如果我是他 是否自己 你真的覺得這麼不習慣 就自己回來 我兒子 在Bording School也好 也好 他都適應了 帶兒子回來 那你當日為甚麼而走 你說你不習慣 當然是會有不習慣 沒有想過 沒有想過 難得那些小朋友能夠適應 你怎麼帶回來 現在十歲 十一、二歲 或者現在 那一、兩年 然後就讀過 我真的不明白 這是甚麼人 Anyway 歡迎 香港人要回來 謝謝 人們 過來 照顧 可能 你 像 說 你